哈喽 各位 我现在所在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成都丘明山 我问了当地人啊 他们说这座山呢 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名字 但是你只要一说普洪公路 或者你说丘明山 独江雁分山 那大家就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 吸引了很多跑山啊 套者 你只要在这里稍微站一会儿 就能磁气皮肤地 听到各种不同类型的轰鸣声 有摩托车 然后还有各种小钢炮 然后还有自行车 那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 这条公路呢 全长32.8公里 有181个弯 高度的落差达到了800多米 而且在山顶的视角往下看下去 它这个很多的发桥啊 感觉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跑山的公路 那么第二呢 这条公路其实也是有故事的 它是当初2008年的时候 汶川地震 然后这边的山体滑坡 然后都塌了 当时被困在里面的几千名的村民呢 他们就从这个小路翻出去 然后寻求救援 后来上海的救援部队呢 就沿着这条小山路呢 把它修成了现在这样一个 很新的同龙公路 没有想到之后呢 它就成为了一条网红的跑山公路 那么这一次申请出站 秋名山的选手是谁呢 它就是我身后的 制电教皇SUV别克E4GS 还有大一点的大五座E5 有阿威亚版 现在呢买电动车 尤其是平价的家用电动车 非常非常看重续航 仿佛所有的电车相关的测评 关注点都只有续航 但是我觉得你开一辆车 难道就没有其他方面的追求吗 我觉得它的驾控感受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这方面呢 就是传统大厂的优势了 E5呢 它使用的是五连杆独立后旋 工程师呢 还为艾维亚版本 调教了一个专属的底盘 它搭载了SFD 连续组拟减蒸气 它对处理路面的颠簸 还有连续颠簸 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减少多余晃动 让你的舒适性更好 那E4E5质量款车的调教 也是会有细微的区别的 分别是在侧倾刚度 和转向的灵敏度上面不一样 所以E4比E5开前会更灵动一点 然后我们就说到 续航艾维亚四驱双电机的版本 它的CLTC的续航里程 是602公里 相比低配的那些 标准续航到500多公里的是 也要领先的 但是相比次第配的 这个长续航版本 620公里呢 它是牺牲了 10级公里的这个续航 但是呢 你可以换来一个 6.4秒的百公里加速 就是牺牲一点点续航 换来一点点速度 有激情这样的 那当你把它的 能量回收调到最低 然后驾驶风格 转向自动 这些也都调到运动之后呢 它的驾驶风格和燃油车 几乎是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区别的 那这主要是体现在什么呢 就是当你松开 加速踏板的时候呢 它依然会保持那种 惯性滑停的感觉 而不会马上的 去能量回收 只有你大力的 去踩一下出动踏板 才会有一个 明显的减速动作 另外还包括 加速的时候 它的动力输出比较线性 所以这样的调校风格 对于那些开灌燃油车的人 来说呢 可以说是临门坎一切换 然后我们来聊聊 这个选章价格不菲的 Super Cruise 虽然它是由 北美的团队主导开发的 但是上期通用呢 联合了很多本土的供应商 针对中国特色的 黑矿呢 做了很多验证 那根据它的资料呢 它覆盖了 中国36万公里的道路 就包括城际高速 还有城市的高速道路等等 把中国特色的一些 分道限速啊 多隧道 多弯道的情况 都考虑进去了 另外呢 你看到这个方向盘的前方 这里有个摄像头 它是用来监测 驾驶员的 面部的一个情况的 据说这套行李 也是根据 亚洲人的长相特征 然后做了一个调整 和北美的那套 想法不一样的 主要呢 就是用于分心监测和疲劳监测 那今天我们在高速道路上面 也使用了这个功能 那你可以在驾驶辅助的 这个设置里面 选择它的变道 是自动变道 还是说紧打转向灯 才会帮你变道 这是可以自己选的 这样的功能 它对于减缓 驾驶疲劳 提高安全性 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今天高速 加上跑山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义武呢 它整体的调教 还是非常明显的偏家用舒适型 操控的感受 也是偏稳健的 如果说是偶尔的想要自驾游一下 或者是满足一下跑山的乐趣 但是呢 又不想太自虐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艾威亚高配四驱版本 确实是可以给你带来 很不错的体验 那驾驶部分结束之后 来稍微聊一聊静态的部分 那艾威亚版本的E5呢 它除了动力性能更强 开起来更爽之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专属配置 比如说车漆颜色和内饰的配色 包括这个智能 数字科技大单 还有这个低风组的轮鼓 也是艾威亚版本专属的 还有刚才我填到这个 Super Cruise的功能呢 其实是只有顶配的艾威亚 就是艾威亚四驱版本 才可以选装 它这个自驾豪华套装的 要三万块钱 当然这个三万块钱 除了Super Cruise之外 还包含其他的一些 比较高级的驾驶辅助功能 以及它车内会用到 真皮的座椅 然后后排座椅有加热 还有Brembo的卡钱 等等一系列的配置 算在这个三万块钱的 选装包里面的 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 27万多的别克 辉昂都没你奢华低调 虽然这个选装包很贵 但是其实我觉得 大可不必选装 因为这个车 它本来就是全系标配L2的 就是说你买最低配的 也是有这些什么 智能车道居中保持的 这种功能 可能说它就是在 成交一些高速上面的 自动驾驶 没有这个Super Cruise这么强 但是在市区里面 拥堵跟车 或者高速上面的 全速自适应巡航 这些功能 是全系都有的 那另外有一点 我觉得选择别克的消费者 一定都是喜欢 豪华舒适体验的人 那他们这个品牌的专长 就是静闭性做得特别好 那么电动车 它在静闭性方面的一些措施 其实和燃油车 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没有了 发动机的噪音之后 你看在马路上 它的开噪和路噪风噪 就会显得尤为的刺耳 还有电机的声音 所以说 别克E5呢 他们也说了 他们的电机是自演电机 所以他们在设计师出的时候 就考虑到了 要去减缓这个电机消消 带来这个刺耳的声音 除了有很多的 声学降噪的一些 隔音包啊 主动降噪的措施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轮胎 使用的是 米其林的e-premise 这个是电动车专用的轮胎 那么电动车专用的轮胎 它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就是 可以让车辆 保持一个比较优秀的续航 第二是呢 它的静闭性会做得比较好 接着呢 它的前挡玻璃和 前后车窗的玻璃 都使用的是 双层夹胶的玻璃 所以实际上 我们今天来跑高速的时候 车内的静闭性表现 还是非常出色的 最后来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个车 有两大卖点 第一个就是 大厂调教的安全性可靠性 并且呢 它的调教功底 是很不错的 是电车运车的终结者 那第二个很大的亮点呢 就是由于 同集团的技术共享 奥特兰平台 所以说 包括车内的一种 豪华舒适静力 科技体验 自驾的一些体验 三电的技术等等 其实都能够给你带来 和凯迪拉克 差不多的感受 那作为一个 之前也试驾过 凯迪拉克Lyric的人 那这一次开了一个 E5的阿威亚 顶配版本 我觉得其实 很难挑得出来 它比凯迪拉克差在哪里 不过我个人 唯一觉得需要提升的 就是我觉得 别克的设计 可能还是稍显老成 尤其是这款 车尾的这个视角 可能真的不是 所有的年轻人 都会喜欢的 那如果你选择 那边绿色 或者是银色的车漆颜色 可能还稍微 能够好看一点 这个蓝色的话 有一点点过于成熟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